这盘起将解是2024年的加弹杯 这是第七轮 红方李德志 黑方是蔡右广 双方是先之路 对飞向 加中炮 拐脚马 上鳖马 这边上正马 拼炮 出局 出局 紧俗 上马 封锁 他是要过来吃 他出局 你一吃他跳过去 然后这个局张起来 这儿就是不让你足弃进 否则就拱掉你 你敢一吃 有个中炮打僵 可以把局抽掉 所以他先补个式 然后再去对 红方并武进一 黑方是足弃进一 这儿就拱掉 最后一打 撤回呢就一吃 到这儿对方是飞向 现在黑方可以浸泡 巨星亚再说 平炮打马的话是想一金皇位 目前还是没用 他退回去了 黑方足武进一 红方到这儿就足巡河鞠 这里腰队 那正常的话也可以换 也可以不换 他是不想换 换了也可以 不希望对方将他这个上马 那现在这个棋 他强行守住河口 他就鞠过去 那这步棋很关键 红方最理想的招法就是冲兵 赶快把这个子给他逼对了 那么他选择的招法是捕士 那黑方呀 将来就始终藏着一个金三足的手段 红方呢 他还浑然不觉 快去天进来了 这时候 竹三金一冲过去 对方的话 这儿就给吃了 吃完以后呢 正常是要上这个马 一旦这个马一上去之后呀 他是踩着炮 你炮一走的话换掉 将来有一个上马去踩死鞠 那你如果说是想 比方说一鞠换双 他不给你机会 下一步棋仍然是要踩死鞠 那你还得送个冰给他吃 这样的话 他这个棋呀 黑方会踩掉他 红方这一顶 虽然说解救了鞠 但是的话 他还是呢 跑不了 黑方会打马 红方会打过来 那么 这儿他有一个鞠儿 品三 把它牵住 很关键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棋呀 他不能动了 你这个鞠动踩鞠 这个鞠动踩炮 没骑走了 这就尴尬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合适啊 双鞠线吧 想办法逃吧 比方说下一步薰炮对鞠 他这给你再来个炮 你要对鞠 那就对掉你 对完以后呀 都把鞠打死了 这套路也太深了吧 所以说一旦一马 尔金斯切进去 基本上就凉了 当然实战的话 他是没有直接跳进去 而是走了个足五金一 也是可以 红方 他是点鞠进来 准备吃掉 鞭足 以弓带手 黑方这时候再跳进去 踩他的这个炮 那刚才为什么不宪兵呢 宪兵炮一瓶三打过来 仍然很头痛 变鞠的话 平足在拱鞠 反正跑不了 他只好就杀过来 想解救就得起 那这儿的话 鞠是得到结尾了 他上去炮个菜了 我炒满脚 杀的太狠了 像吧 炮往中间一放 打着像 下一步吃双 这太狠了 那他就上 弯强 这一套要丢子了 他是平鞠过来 希望能交换 简单吃 吃完以后呢 就欺负对方 烧子 打着像 他先落像 平鞠以后 随时卡项也杀他 黑方 太厉害了 往方退回呢 就想 把对方猪拔掉 黑方 他就冲下去 到这儿 他本意是想去跟这个猪 他没跟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 他也是破像 像掉以后呢 他这儿有一个平鞠吃 或者是近鞠吃 你好不容易看住 马了 这老江一出 铁门拴了 还是不行 所以他这个鞠啊 不敢到中间去啊 那么这儿他走的是 把这个鞠想 掉过来防守 黑方 还是冲下去了 那这里得吃啊 然后鞠 六斤啊 强行突破 红方在这儿 顾不了这么多啊 杀过来 结果呢 人家也没吃相 把马给吃 到这里啊 就认输了 因为现在这个鞠 无论你吃不吃鞠 李健是个杀棋啊 没办法的 那么这盘鞠啊 李健是重要套路 那么蔡右广获胜